最具指標性的台灣原住民族世界級文化活動 2024太平洋南島聯合風連節 7月19號到21號要在花蓮的德新大草坪隆重登場 縣政府特別到台北火車站舉行了宣傳記者會 由縣長徐正偉正式宣告活動熱鬧登場 也歡迎世界各地好友可以歷臨 享受花蓮最盛大的原住民族文化慶典 記者會現場邀請入圍第三世界經期獎 最佳演唱組合獎的原住民團體 最封少女費以及致力於保護和傳承效益的 效益火山之花舞蹈學院 在彼此搭配下傳遞花蓮多元文化的共存共榮 並展現台灣原住民族與太平洋南島文化 不可分隔的深刻連結 眾所期待的大會舞 熱情與期待家人們回來的區域心情 邀請大家一起來手牽手補出南島的美好 節奏 102 104 107 10 10 10 21号有期三天来到花莲一同来和群众一起来共舞 保存最珍藏的文化就在花莲 一个活动能经历过数位的现场 不断的努力的推动 从我们的这个画面上1982年开始推动 到现在已经是42个年头了 这就是花莲 我们要谢谢所有的部落208个部落 或者我们的头目在每一个部落的坚持 所以我们常说花莲是原住民文化的活的博物馆 就在我们部落里面不断的延伸 除了联合公典节展演之外 现在举身为介绍会上 带领着花莲部落头目以及勇士们举行 报讯起百大故事的仪式 透过仪式希望将花莲原住民文化的祝福 以及邀请讯息传达到国际 展现花莲走向世界 世界走进花莲的核心精神 花莲先生会邀请台湾与世界各地旅客 一同来参与这场文化详宴 感受太平洋南岛文化的魅力 以及跨文化学习以及交流的美好 记者终于台北市报道